来 我们一起来写作文 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绘粉教学 今天的绘粉题目是 怕浪费婆婆 好 我们先来看故事哦 盘子里的剩菜 碗里没吃干净的范里儿 等着吧 太浪费 要来了 剩了这么多 太浪费了 我来吃掉吧 咕嘟咕嘟 嘀哩呼噜 咦 怎么还剩这样多 太浪费了 于是 我们可以看到 婆婆过来了 伸出舌头来舔我的脸 别这样了 婆婆 太浪费了 我就是要来舔点 巴吱巴吱 哇啦啦 哗啦啦 西龙头一直在开着 太浪费要来了 怎么办 一杯水 还不够吗 太浪费了 我忍不住哭出来 哇 哇 哎哟哟 泪水白白的溜掉了 太浪费了 柔成团的纸 有一大堆 太浪费要来了 怎么办 嗯 这样用纸太浪费了 还可以拿来好好玩啊 婆婆把纸团展开 咔哧咔哧的钱 巴打巴打的贴 瞧 一个怪兽纸哦 做成了 铅铅头 铅头倒出人 哦 太浪费 又要来了 红色 橙色 黄色 绿色 青色 蓝色 紫色 七只铅头绑在一起 可以做成什么呢 彩色铅 答对了 橘子皮 真要扔掉 太浪费 又要来了 橘子皮嘛 简单 晒干后 放进浴缸里 泡草 可舒服啦 热乎乎的 橘子浴哦 天黑了 开灯吧 嗯 太浪费了 我还是回去 开灯 太浪费了 天黑了 就睡觉吧 故事 讲完啦 老师根据UASA的考试题目 设计了解决问题的作文 来教同学们 如何把解决问题的作文 写好哦 我们来看第一个关卡 那么在第一个关卡呢 同学们 你们必须要根据老师提供的词汇 来写句子 很多时候我们看图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去观察图意 OK 人物是谁 地点在哪里 他在做一些什么东西 那今天呢 老师要大家协会呢 就是把字句的写作技巧 那么在把字句呢 大家要注意 我们的形式有 有谁把什么动作 怎么了 我们的句子就变成 婆婆把碗里的范利尔吃掉了 我们除了学把字句 同时呢也学一些被字句 被字句的形式有 什么被谁动作 怎么了 我要你们把这个把字句 换成被字句 正确的句子是 碗里的范利尔被婆婆吃掉了 我们来进入关卡二 写出把字句 这个时候的把字句 跟刚才不一样 OK 我们来改一改哦 注意啊 谁把什么动作 这时老师要你加上原因 OK啊 水龙头关掉避免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写什么句子呢 婆婆把水龙头关掉 避免浪费水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加入了原因 为什么我要关掉水龙头 因为我不要浪费水啊 我们来把这个把字句 变成被字句 这个时候的句型是这样子的哦 同学们注意啊 什么被谁动作 加原因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水龙头被婆婆关掉 以避免浪费水 第三个的把字句 它的句型是这样子的啊 大家来看啊 水把什么动作 并动作结果 那么大家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一句有两个动作哦 注意啊 展开 剪贴 动作 那么在结合这两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加入了 关联词语 并 OK 那么这两个动作带来了什么结果 所以这一些是我们要写出来的 我们的答案 我们的答案如下 婆婆把子团展开并剪贴成 子玩偶 那么这个时候 我要把把字句变成被字句 子团被婆婆展开并剪贴成 子玩偶 我们来录的观察式 那么水和彩虹铅笔画画 我们刚才已经学了打字句和被字句 那么这个时候呢老师要你们懂得用关联词 那么在这个图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物哦 婆婆还有我 那么当我们要把两个人物结合起来写在一个句子时 我用的关联词就是和 所以我的答案是 我和婆婆用彩虹铅笔来画画 再来第五个关卡 我要你加入感觉 你觉得怎么样 OK 这个句子中你要加感觉 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来看 他的句型老师要的句是什么样的呢 我要你写谁 把什么东西 然后他在哪里进行这个东西 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么当他这样做之后 有什么感觉 他觉得怎么样 所以我的句子可以这样子写了 婆婆把晒干的句子放进浴缸里 让我泡澡真舒服 来到关卡六 在这个关卡呢老师要你们注意的是 你必须要用把字句 谁把什么动作加原因来写句子 我的句子可以是 婆婆把灯关掉才睡觉 因为开灯睡觉太浪费电 我就是针对这个浪费电源来在家里说明 刚才我们已经学会了 把字句 被字句 还有关联词 现在我们来看图写文章 在这个关卡呢 我们来先看一看题目啊 根据下面的图画写出 如果你看到以下的情形 你会怎么做 并刷明原因 字数不可以少过八十字 我要注意的是这样 第一 观察图画 我们要看这个图画 这个图画发生什么事呢 他躺在床上对不对 为什么要躺在床上 他想要睡觉 可是他进行那些什么动作啊 风扇开着 冷气空调也开着来睡觉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吗 不能哦 对不对 为什么不能呢 太浪费了 是不是 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先要观察的 每一次做这些看图造句的时候 看图写段落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先观察 当你读懂了图画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看题目要求 题目要问什么东西 写出如果你看到以下情况 你会怎么做 并说明原因 你必须要针对你的方法 来说出原因 这一个题目呢 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方法 第二个要求是 说明原因 OK 所以这一种题目类型呢 是属于遗嘱的作文 写作文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算字比较重要 其实不是 其实是应该要写出 你如何去找到内容 找到方法才对 最理想是你要给出三个 给三个方法 三个原因 如果三个方法都正确 然后原因又正确的话 你要码A 不是问题啊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就要开始解决问题了 OK 当你读懂了这个题目时 你就要知道答案啊 开头你就可以这样子写 我们先写图里面 所要传达的信息 这里呢 你看到以下弟弟的行为 所以这个时候人物是弟弟 他在做什么呢 他躺在床上 他在哪里呢 他在他的睡房 他做的什么动作呢 开风扇 开空调 所以 当你明白了这个内容之后 你可以写出什么句子呢 房间里 弟弟开着风扇和空调 躺在床上 睡觉 我们不要多把我们的心思 放在开头 真正重要的是内容 现在呢 老师来跟你们分析答案 如果我看见弟弟 做出这样的行为 我会上前 劝告他 我的第一个方法 劝告 然后我要解释为什么呢 因为 同时开着空调和风扇 是 浪费的行为 他必须在 空调和风扇之间 做选择 因为这样 才不会 浪费电源 当然 我也会建议弟弟 最好 是开风扇 因为空调排放的温室气体 会影响到气候 我们写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啊 所以整篇段落 我们就可以看到 已经不知不觉的写了 三个方法 三个原因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就正确了 那么最后结尾的时候 老师要同学们注意的一个事情是 我们以主作文呢 主要是考大家的解决能力 所以这个最后结尾是 我们让弟弟明白了 他必须要节省电源 明白还不够 要有行动 他必须要怎么做 马上起身 做一个选择 either关掉风扇 或者是关掉空调 然后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是 我的弟弟呢是起身关掉空调 他只是选择用风扇 所以他还答应我 以后不再这样做 问题有没有解决 有 耶 教学结束了咯 同学们有没有话语良多 喜欢跟陈老师学习的同学 赶快按赞 关注 分享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